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最半旗是今天10月12号进行的农心杯第二局 由黑方袁胜珍对战白方立为亲,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走了一个对角,然后黑旗大飞手脚 白旗小飞瓜,黑旗小尖,白旗小飞手脚 黑旗二尖低夹,白旗小尖出头,黑旗拆二,白旗从旁边夹 那这个时候呢,黑旗的选择也非常多 如果说黑旗比较看重脚上的时空,可以二路飞 然后白旗往外飞风,这样的话比较简明,黑旗抢到一个先手 比方说可以在上方小飞挂脚 当然黑旗要注意,黑旗要是往外靠出的话,就并不是很好了 刚好凑着白旗的步调,白旗也往外一靠 黑旗还是比较难办 实战黑旗选择往外飞,把白旗分段 然后白旗往二路小飞 黑旗要是飞风的话,那白旗小尖,直接原地做活 黑旗在上方,可以选择点三三,也是一种定型方式 实战黑旗挡住 这样的话,黑旗局部这个旗形就比较厚 而且白旗左边这颗子也被碰伤了 白旗要是往旁边一长,那黑旗飞风 白旗小尖做活,黑旗再往上一飞 这样的话,黑旗整体这个旗形就非常舒展 还是黑旗的节奏不错 如果说白旗现在选择小尖出头的话 那被黑旗往旁边一夹 这样的话,黑旗左边还可以撑空 还是黑旗可以满意 所以说白旗选择小飞手脚 想要把黑旗的节奏打乱 黑旗往旁边一碰 白旗一扳,黑旗单长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旗选择二路利 看中边上的这个目鼠便宜 那黑旗往外一拐 这样的话,黑旗左边的这个模样就撑出来了 白旗感觉有些得不偿失 所以说这个局部,把旗走在外侧就比较重要一些 虽然说黑旗二路般,白旗稍微损失一些目鼠 但是外侧非常厚,可以限制黑旗的发展 那这个局部第一感,黑旗肯定想再往前爬一步 然后点磁 这样的话呢,以后在脚上 黑旗还有一些后续手段 之后黑旗可以单长 白旗一飞,然后黑旗小尖 白旗这个旗行还稍微有些问题 白旗往前一顶 然后黑旗搬一个再沾上 这个是一个步调 然后白旗虎不断,黑旗二路飞回 这样也是一种定型方式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旗选择单长 然后白旗一飞 黑旗往旁边一夹 其实跟刚才也差不多 以后白旗冲完之后再打持,再沾上 还是有些薄 这个空打散 自身也可以局部安定 实战黑旗 站上之后 白旗选择反扳 黑旗断打 白旗往前一长 然后黑旗再一站 白旗断打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AI的建议是白旗先往二路挡住 因为这样下的话 白旗在打持 黑旗就没有太多选择的空间了 黑旗再一跑 白旗往前一长 黑旗打持 白旗再一拐 就形成一个局部作战 这个地方的作战 白旗也并不是很怕 实战白旗选择直接打持 但是这样下的话 黑旗就多了一些选择 比方说 黑旗可以二路拐打 白旗一提 黑旗再往外一飞 虽然说白旗在这儿 拔一朵花比较厚 但是黑旗也把上方的时空 全部围住了 黑旗还是可以满意 实战 黑旗还是选择长出 然后白旗一长 黑旗断打 白旗往上方一扳 黑旗打持 白旗一拐 黑旗跑出 然后白旗打持先手 黑旗一粘 白旗站上 但是很显然 这个局部 白旗还有一个断点 还是形成一个作战 白旗打持 黑旗一长 白旗再往外打持 只此一手 那下一手旗呢 黑旗还是应该选择单提 单提的话 因为以后白旗右上角 二路挡住 就不再是先手了 这样的话 白旗以后在上方二路扳 也不是先手 所以说 这手单提 会影响到脚上的一些味道 白旗要是长出 黑旗再往外一跳 白旗这一串 还要继续逃跑 然后黑旗往左边一飞 黑旗的步调非常不错 白旗要是二路扳 并不是一个先手 黑旗可以继续小肩破空 顺势把自身这个旗行走得舒展一些 所以说这个局部 单提是黑旗最佳的一个选择 实战黑旗选择长出 然后白旗一压 黑旗往旁边一拐 如果说现在黑旗选择扳头的话 那白旗断打 黑旗再一提 白旗一猴 黑旗单长 然后白旗再往外小心 这样的话 黑旗这两颗旗筋就不太好逃跑 我们可以注意到 白旗左边的模样就全部撑出来 所以说这样一下 黑旗并不是很好 实战黑旗选择往左边一拐 白旗打吃 黑旗一提 然后白旗往旁边一拐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说白旗直接打吃的话 这一下并不是先手 因为黑旗在上方贴住 白旗一提 对于黑旗脚上来说 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黑旗继续在上方补齐 本身这个局部 形成一个作战的话 对于白旗来说还是比较有利 但是现在形成一个转换 相当于黑旗在这一带的危险 就已经消除了 所以说这样下肯定是黑旗比较满意 实战白旗往旁边一拐 然后黑旗继续贴住 黑旗要是现在切断的话 白旗打吃完之后再一沾 黑旗一拐 白旗跳出 这样的话黑旗这三颗子 就不太好逃跑了 实战黑旗继续往前一贴 然后白旗单长 现在白旗可以选择打吃 黑旗站上 白旗再一虎 因为上方 黑旗再走一手的话 白旗打吃 还是可以从二路拖过 白旗并不用担心 实战白旗还是选择单长 然后黑旗切断 白旗打吃完之后再一沾 黑旗继续大跳出头 这个地方如果说黑旗往旁边一拐 还是会影响到黑旗上方这四颗子 这样的话黑旗想要出头 就并不是非常顺畅 所以说黑旗直接往外大跳 然后白旗冲出 黑旗再往上一压 白旗右边打吃先手 黑旗一沾 白旗继续打吃 弃掉右边这三颗子 然后白旗再往前一压 黑旗往上方一扳 白旗选择三路跳回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旗反扳的话 也可以连回 但是黑旗这个旗形会更加厚实一些 这样的话以后左边这个冲断 就会变得更加严厉 所以说白旗选择三路跳一个 虽然说木鼠可能稍微比刚才少一些 但是这个黑旗就没有刚才厚了 少了一些借用 而且如果说黑旗先手一顶 白旗二路利 那这两手旗的交换 本身从木树上来看 黑旗就不便宜 那现在如果说黑旗冲端的话 其实还是存在 白旗这个地方就最好不要直接挡住了 因为直接挡住的话被黑旗一断 然后白旗打吃 黑旗反打 再一拐 白旗一搬 黑旗断打完之后再一猴 这个地方还是白旗 作战 不是非常有利 所以说当黑旗冲的时候 白旗要想一些其他的办法 比方说先在右边先手打吃 然后往中间一飞 顺势防住旁边的这个断点 黑旗在一冲白旗在一搬 然后把围空的方向转向右侧 左边这些子就可以看清了 这个是白旗的一种思路 实战 黑旗选择往旁边一搬 白旗打吃 黑旗提 白旗在一打 当然这个时候 黑旗还是可以选择往旁边一冲 刚才我们说到白旗可以往中间小飞 当然白旗也可以先选择在上方点次 总的来说 白旗这个地方的应对方法 就是把左边这些残子看清 实战黑旗选择单长 然后白旗贴住 其实这个时候 黑旗还是应该选择在左边冲断 黑旗如果说在右边切断的话 这个断点并不是非常严厉 总的来说 黑旗还是应该冲击白旗左边的保卫 但是实战 黑旗选择往二路漏一个 这个旗 其实并不是非常着急 因为 让白旗抢到一个先手 中间这一代作战的主动权 就交到了白旗手中 所以说这样下黑旗显得有些被动 好 请友们 我们稍事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 好 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10月12号 进行的农心杯第二局 由黑方 袁胜珍 对战白方 李维钦 上一节视频 我们说到 黑旗上方大龙 还没有做活 使战黑旗 回到下方 二路漏一个 那这样的话 对于白旗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白旗可以选择 在左边先手一扇 然后补掉左边的断点 顺势压缩黑旗 大龙的眼形 黑旗往前一跳 白旗继续往右边补断 就算黑旗回到下方 继续捞空 黑旗全盘的目鼠 还是不乐观 而且黑旗的旗形非常薄 首先黑旗下方这个旗形 以后白旗在外侧 还有非常多的借用 白旗在这儿 多了几颗子之后 对于黑旗中间大龙 还是非常有影响 非常容易被封锁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白旗选择 继续往前一飞 黑旗阿路一爬 然后白旗往左边一碰 黑旗小尖 白旗往旁边一搬 这个地方的定型 对于黑旗来说 还是非常困难 比方说黑旗往右边一段 白旗打持 黑旗反打 白旗一提 黑旗再一搬 白旗沾上先手 再往外一跳 还是可以封锁黑旗 就算黑旗可以局部做活 左边这个断点也非常严厉 所以说黑旗现在已经非常难下 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黑旗选择搬出 白旗往旁边一搬 黑旗连回 白旗断打 黑旗沾 这个时候白旗可以选择沾上 然后黑旗在脚上补活 这样的话 白旗这个局部就非常厚 然后再往上方点刺 就会变得更加严厉 实战白旗选择拐打 然后黑旗二路搬过 白旗在上方点刺 黑旗要是简单补断的话 白旗就往旁边搬住 黑旗一断 然后白旗在上方一搬 再一断 虽然说黑旗可以扩大眼位 但是白旗上方的空 全部围住了 这样下黑旗目数也比较损 所以说黑旗先往前一跳 这个时候白旗右边 需要补断 比较简明的走法 就是白旗往旁边一虎 然后黑旗补断 白旗单长 黑旗一搬 白旗反搬 黑旗虽然说 还是可以扩大眼位 但是白旗抢到一个先手 在下方提掉这颗子 这手旗价值也非常大 黑旗还是不能接受 实战白旗往右边一碰 这手旗不仅希望可以补断 而且还要冲击黑旗的保卫 当然AI认为黑旗这个时候也有应对方法 比方说黑旗往左边一碰 然后再一断 这样的话白旗打持 黑旗反打先手 再一打 这个大龙的眼型就要好一些 当然右边这个断点还是不存在 黑旗要是切断的话 白旗往上方一碰 还会影响到黑旗局部这个旗形 实战黑旗选择单长 如果说白旗只是往前一长 跟黑旗粘上交换的话 那黑旗这个旗形就比较厚 所以说白旗往旁边一挖 这个地方黑旗要注意 如果说黑旗选择断打 白旗长 黑旗打持 白旗反打完之后再一打 那很显然 黑旗上方这一块要被切断 显然不行 所以说黑旗只能选择从左边打持 白旗一粘 黑旗再一虎 那黑旗这个旗形 跟刚才黑旗单粘相比 肯定要稍微薄一些 当然在这个局部 白旗还是可以选择 往左边先手一粘 然后提掉下方这颗子 因为白旗左边这块旗 联络肯定没有问题 黑旗要是飞刺的话 白旗先手一冲 然后再一拐 黑旗再一冲 白旗直接连回 黑旗还要后手扳过 实战 但白旗选择在中间点刺 这个地方黑旗要注意 如果说黑旗往上冲断的话 就要出问题了 白旗往下方一断 黑旗要是打持 白旗断打先手 黑旗提 白旗再往上冲断 那黑旗上方这一块 还是要被切断 显然不行 所以说黑旗只能选择沾上 白旗点刺 继续破坏黑旗的眼形 黑旗沾上 白旗左边先手一沾 黑旗连回 白旗在一场 黑旗往上方 小尖 白旗搬住 黑旗一虎 白旗在山上 白旗已经全部连通 如果说黑旗补一手的话 那白旗抢到一个先手 在下方提掉这颗子 这样的话 黑旗还是不太满意 因为黑旗还要后手连回 实战 黑旗先往右边一拐 继继续破空 然后白旗回到中间贴住 这个时候如果说黑旗往右边一冲 那白旗反冲一手 黑旗在右边切断 现在 右边这个断点就不严厉了 因为白旗可以把中间 这三颗子看清 然后在上方连回 黑旗上方这一块 只要被切断 那黑旗显然不行 实战 黑旗选择团柱 白旗要是挡柱的话 那黑旗往右边一扳 白旗一站 黑旗站上 还是可以全部连回 白旗还要补断 实战 白旗选择在右边挡柱 然后黑旗往上一冲 连回 白旗小尖 这样的话 黑旗大龙还是没有做活 只能寻求往外突围 实战 黑旗往下一跳 这个时候白旗最为凶狠的走法 就是往左边一冲 虽然说白旗这个局部 还有些薄位 但是白旗完全可以看清 站上 黑旗往左边一长 白旗小尖继续封锁 黑旗一扳 白旗一拐 虽然说下方会损失一些目数 但是如果说可以切断 黑旗大龙的话 那白旗肯定可以满意 黑旗现在大龙也做不活 这样下 黑旗非常危险 实战 白旗选择沾上 黑旗点刺先手 然后往外小尖继续突围 白旗一冲 黑旗要是直接挡住的话 白旗在上方一段 再一尝 黑旗一冲 白旗拐打先手再一虎 这样的话 白旗左下方这一块 已经全部安定 黑旗大龙还要继续连回 所以说黑旗选择单长 然后白旗冲 黑旗小尖 黑旗要是直接挡住的话 那白旗切断 再一长 黑旗冲 白旗再一段 黑旗大龙被全部切断 还是不行 因为周围白旗实在是太厚了 黑旗想要做活 非常困难 实战黑旗小尖 白旗继续切断联络 然后黑旗 往右边一长 白旗这个时候 比较简明的走法 就是往下一冲 黑旗挡住 白旗再一挖 然后形成一个转换 这样的话 这个目数还是非常可观 实战白旗连回 黑旗现在还是不能冲断 冲断的话 白旗一断 黑旗要是在下方补齐 白旗再一段 黑旗把这颗旗筋连回 白旗往右边一挖 黑旗打吃 白旗一沾 现在黑旗有两个断点 黑旗要是沾上的话 白旗往上方一断 这个断点也成立 那黑旗还是不行 实战黑旗连回 白旗先手一起 黑旗一沾 然后白旗再往下一冲 这样的话 正式进入到收关 黑旗断打 白旗一提 黑旗打吃 白旗往二路一挖 黑旗打吃 然后白旗在旁边反打 黑旗一提 白旗在上方一扳 黑旗挡住 这个时候 白旗也可以选择沾上 沾上的话 上方的空 味道就非常好 不可能再出起了 黑旗往前一顶 白旗打吃 黑旗一挖 白旗断打先手再一打 黑旗一沾 白旗贴住 这个局部也没有旗 实战 白旗 往旁边拐住 当然这手旗 价值也非常大 黑旗往上一顶 下一手旗 白旗可以选择二路虎 黑旗要是一路打吃 白旗一沾 黑旗一挖 白旗在二路打吃 也没有旗 黑旗要是在二路断打的话 白旗一长 黑旗一沾 白旗在一沾 黑旗沾上 最多也就是先手搜刮 实战 白旗选择沾上 黑旗往上一扳 下一手旗 白旗出问题了 这个地方 白旗还是应该选择二路立 二路立的话 肯定出不了旗 黑旗沾上 白旗拐回 黑旗要是往下一冲 白旗一断 这个对杀 黑旗肯定不行 但是实战 白旗选择沾上 这样的话 黑旗往二路一立 肯定出旗 白旗要是切断 黑旗往一路拖 白旗打吃 黑旗直接收旗 白旗提 黑旗挡住 白旗贴住 黑旗再打吃 就形成一个结针 那这样的话 这个局势 就非常复杂了 或者说 黑旗往二路一立 白旗切断 刚才我们摆的是切断的变化 如果说白旗一路扳 那黑旗挡住 白旗要是在脚上 二路立 那黑旗直接坐眼 白旗还是要坐结 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结针 所以说 黑旗往二路一立 这个地方肯定要出旗 但是实战 黑旗浪费了最后 可能会翻盘的机会 选择单针 那白旗二路扳回 黑旗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黑旗往二路一拖 白旗一顶 黑旗连回 接下来就是一些小关子 我们快速放完 最终走到 黑旗往右边打持 白旗断打的时候 黑旗就认输了 因为现在双方目数的差距也比较大 可以说这盘旗非常的精彩 李维钦发挥的非常出色 在上方的战斗 首先黑旗最后也没有占到便宜 大龙没有做活 然后黑旗回到下方捞空 但是这个时候 黑旗全盘的旗形都比较薄 然后白旗简单定型 抢到一个牵手 在上方点刺 黑旗虽然说大龙最终还是成功突围 但是白旗在下方也获得了非常多的目数 但是在最后 白旗出现了一个问题手 黑旗如果说往二路立的话 这个局势还说不定 但是袁胜珍选择沾上 被白旗往二路一搬 那之后的关子 黑旗再无机会 好 这盘旗也是相当的精彩 希望旗友们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请旗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